Hello 我是Jessica 今天我來到常盛庫地 它寫著好地段大雙圈和經驗戶型 我照著版照護路畫條 照著讀 反正它現在有一個一棟 有93到97房一個大三房 還有它有兩套大露台特殊戶型 在二樓的 單價很便宜 因為它是清凍價、清貨的價格 就是一萬零幾便可以買得到 所以我們今天就過來看看 這幾個戶型的設計 我們現在上去小區那裡 Hello 我是Jessica 現在來到常盛庫地 這個七凍零四單元 這個三房兩廳兩位 但實質上其實它是三加一房 這個空間就是傳送的 所以它這個使用率都比較高 比較方正的 而且它是全藍戶型來的 現在進來了 它大正裝修就是這種 大正裝修 有門的 然後這邊進來就是小房 這裏就是傳送的 不算面積 這間房是不算面積的 也夠大 真的夠大 那裏可以放一張小床 然後在這裏放一張書桌 然後這邊還可以留位置出來 而且採光也挺好 因為它這個層高不是十分之高的 它們是一些小高層的設計 所以採光也會比較好 旁邊左右不會有什麼遮擋 然後這邊進來了 這裏就是飯廳的位置 飯廳 然後這裏進來就是廚房 常勝父地的一個感覺給我 就是整個小區是小而精 雖然是小 但是它很精緻 包括它那些物業 我都覺得做得很好 就是它的管理 因為剛才我進來 保安都要問我 然後我進去 看到整個小區那些地下都很乾淨 還有入戶大堂 也是的 等一會就可以下去 那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這裏原來還收起來了一個露台 這裏就是一個生活露台 假如你後期想托出來 還可以把這個廚房直接封起來 托出來也可以 如果你廚房夠用 那就不需要封了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大精裝修的標準 如果大精裝就是這種 如果毛皮 就是它有得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毛皮 還是精裝 如果精裝均價是12000元左右 這邊是飯廳的位置 我看看它的特價單位 它的精裝最便宜 就是矮流層的 有到11000多 如果中等流層 應該是12000元左右 大精裝修 那這邊進來 這邊進來 這裏就是客廁 這裏就是客廁 這裏就是公共衛生家 兩個廁所 這邊可以拍下洗手台的位置 然後這裏有個小櫃 這裏有個小櫃 這邊走進來 三間房間的採光都非常好 現在是下午4點 現在是下午4點 然後打雲 朝早早更下午4點 現在停了雨 陽光全都有出來了 剛才看到這裏有很多的陽光 陽光照進來 所以它的感覺是比較好的 採光很好 而且它沒有遮擋 現在我們是24樓 高一點就是25樓 反正都是屬於小高層 不算十分高 這裏給我感覺 三間房間的採光特別好 可能是因為沒有遮擋 每間房間的採光特別好 這間房間是沒有遮擋 完全沒有遮擋 房間都夠用 這裏本身有個露台的位置 然後它打了 所以它94樓這個護形 實際上做得OK 來拍一下它的景觀 這邊看著的就是沒有遮擋 沒有遮擋 整個坦州的 如果晚上應該很漂亮 晚上這樣看的話 它們的燈都全都著了 看我慢慢看 彩光很好 這裏的一個就是它的衣� 衣櫃就位置在這裏 這邊下來了就是主人房 這間房是主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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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台和房间都是潮南 所以潮南在广东是属于比较好的潮向 无论是采光还是通风都是比较好的 这里放了一张小桌 书桌放在这个位置 到时候在这里做个櫃也可以 这里放了一张米8的床 反正都是够用的 米8的床 现在常胜腹地是近坦州行政中心 在黄着广场旁边 早上拍了《御风铭品》 他有位置可以看到黄着广场 这里比坦州比较旺的市中心 常胜腹地的楼下配套非常成熟 楼下已经什么都有了 即是巴士站或者买菜 或者去便利店 反正什么都有 或者赛市场这里全部都有 所以常胜腹地的地团很成熟 大家就什么 蘿蔔青菜各有所爱 看自己想选择什么 这里还是推拉门的衣柜 推拉门 手痕又想开一下 这边进来的 洗手间的位置 这里是洗手间 主人房是套刺 放在这里 这个是94房做四个房的设计 这边走出来就是厅 这里就是厅 0102都是这个户型 都是潮南的 所以比较好 这一点是潮南香 然后采光度也都比较漂亮 就是采光或者通风 然后它的格局也是 就是够大 还有十年内高 还有这个盘就是成熟 配套成熟 在坦州的行政服务中心旁边 然后就楼下什么都有了 然后盘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管理做得比较好 管理又做得比较好 然后它对面 它旁边都是二旗 现在我们在一个位置是一旗 这里我们在一个位置是一旗 旁边是二旗 二旗有那些小高层 那些已经差不多卖了 那些已经 我们现在在行的 这里是七栋 它现在再卖的就是二旗的一栋 和现在的七栋 还有上圣府顶 还有一个就是近着坦州的一个 医院 就是中西结合医院 就是近着门层的地方 假如有些头人生气 其实都可以过去看看 如果突然间有些不舒服 方便 如果老人家有些不舒服 可以方便车过去看看 其实都很方便 而且距离也不会很近 所以说都还挺好的 然后呢 这里还近着金斗湾合运站 即是坦州的巴士站 那个新能源的巴士站 楼下有很多辆巴士 可以通行的 而且这里回港珠的口岸 都是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 所以来说 上圣府地其实这个地段是可以的 而且我现在有那些 它有个二楼的大楼台 单位 单价是一万零八千八百百十八 大精装修 只有一两套 所以就 可能都卖得比较快 等会就去拍一下 看看能否卖得到 所以来说 这个户型也是做得比较好的 和卖得比较好的 我其实觉得 如果你退休养老度假 自己住 这些户型都很适合 而且整个小区 人不会太多 因为这些是世人的社区 所以人不多 就不会那么集 也不会密 就比较简简单单 生活在这边就比较好 这个户型就不说了 我们去看看下一个户型 Hello 现在看的就是七栋灵异户型 这个就是两房两厅一位 但实际上是三个房 这里再一个房 即是二加一房 然后两厅一位的设计 这个做得挺好的 首先进来 这边是入户花园 然后是传送的 这间房是传送的 不计面积的 即是偷面积来的 传送 反正上圣库地 如果你选它无批的话 最低是九千多元的单价 最低九千多元 正常就一万左右 反正就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如何选 走到客厅 首先走到饭厅 在这里 79方都能做得到南北对楼 这里有个大窗 又跟客厅连着 等于到时一打开 它就可以实验 南北对楼做得比较好 因为这边是潮南 那边是潮北 所以这样设计 有个好处就是南北对楼单位 这里饭厅的位置 这个就是厨房 79方都做了一个大的箱盘 这个你看 大的箱盘 两个锅都可以放 比较好 然后的话就 站在那边 这些就是大正中收的标准 贵的全部都有 三件套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雪柜的位置 雪柜可以放在这里 雪柜 它里面有两间大房 和一个洗手间 这边就是洗手间的位置 不过都没有灯 这边就是洗手间 通常那些户型 现在设计一个洗手间的时候 那个洗手间都会设计大些 所以这个也是够用的 这个空间 非常适合一家三口的人来居住 三间房 就算一家四口都没问题 就是三间房 然后这间就是一个 这间的话就是一个次货 就是客房 客房都够大了 而且每一间房的菜单都很好 往北这边 其实它是看那个 看那个王族广场 和看那个巴士站 和看前面那些景观 拍给大家看一下衣柜的位置 这里就是衣柜的位置 所以来说 其实它79方做到三房 一位 南不对楼 在市面上也是少有的 真的少有的 如果想选择那些楼下的 就是消费的地方 就是现在就有的 尝尝库地 这里是比较好的选择 真的 因为它现在楼下 已经全部成熟了 这里它都 看得到 这里不是一个露台 它全打了 所以主人房都会显得比较大 它这张床是两米的 放了一张两米的床都够用 而且房间都是360度的飘窗位 可以看到景观 这边就是衣柜 它是含入式的 做了一个含入式的 本来这里是墙 然后做了一个含入式的衣柜 这间房是潮南的 主人房是潮南的 所以它的户型设计得比较好 拍一下餐厅 南不对楼 两个窗是对着的 又一边这样过来 79方 它的厅是3米6左右 比人家的感觉都比较大 79方 重点是79 每个盘的地段不一样 常盛库地在它现在这样做 它的户型这样做 已经受用率属于比较高 如果你要将它和明品的79方 做4房的 肯定是明品的实用率更加高 所以两者都会有不同的地方 不可以全部拿它们 实用率来做对比 或者你还要看 你自己是想 现在方便一些 还是未来更加方便一些 所以这两者都会有些不同 明品的户型 就是大件够底色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里更加方便快捷一些 就更加楼下配套来说 就消费就会更加容易一些 但是明品那里 它之后它都会有商铺 是陆续会开的 所以其实明品的位置都OK的 在这边就看到 整个坦州的景观都差不多 收到眼底那里 现在在24楼 24楼的景观就没什么遮挡的 旁边是黄雀广场 黄雀那里有华润曼家超市买东西 还有曼达影城看电影 然后楼下这里 镜头挪落了一点 不要摔一部手机下去 就是你赔的 他真的把手机伸出去 等一下 楼下这个就是金斗湾客运站 所以楼下 现在那些都是新能源巴士 现在大陆那些全都是新能源巴士 所以不用担心吵或者有废气 现在全部都是用电的 用电去行的 所以来讲的话 这里楼下巴士 到时候你就转转转 去港北口岸 或者去港珠澳口岸 都非常方便 还有这个盘去港珠澳口岸 港珠澳口岸 二十五分钟左右 二十五分钟 你可以拍那边的景观 考考一下你们 知不知道那盘是什么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感受国际花城 人家经常去都不知道 经常跟我去都不知道 扣十元鸡 这边就是感受国际花城 那边 那盘都是属于 之前都拍过 感受国际花城 都是属于 整个配套比较成熟的 签谋盘 都很大的 整个那边 还有些田地 没有什么遮挡 反正整个坦州市中心 都在这边附近 所以来说 喜欢一些小区不是很大 安静一点 其实可以看回这个盘也可以 看回这个盘 关一下 关一下地盘 等一会很大风 南北对楼的单位都比较大风 如果想来看坦州那几个盘 做对比 就可以安排一天时间过来 然后对比一下 看哪个盘你是最喜欢的 因为有时候 那些东西一定要来到实地 你才会感觉到不同 如果想了解这些盘 可以加Jessica微信 还有我们肯定都会有 粉丝福利回赠 不过就看回几多 因为常性附定 这个也是一个小盘 它没有什么样打广告 都是靠本地口碑去卖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就去看它 剩下的户影 去看一下 Hello 我是Jessica 现在来到最近二楼 它又有两套大大路套的单位 卖完就没有 你可以看一下对面那壶 对面那盘已经卖了 有人入住 你底下放了一些外卖 旁边有一户 但它也卖了 我们先拍这户 旁边有一户 总共有四户 有两户卖了 两户是带回大路台的 现在清货价 就是一万零 零多 一万零八千八百八十八 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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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零九千九百 一百 很难计 一零九九八 一零九九八 一平方 明白吗 我先笨正 一年文号 有些不太能说 一万零九百 九十八 哎呀 终于说错了 说不错 这边 这边进来 它现在装修没什么好看 这是一间房 这间房子 随便摆一下 装修着二楼 到时要大整装 价格大整装修 划修 因为它无砌 也要卖到九千多 即使它无砌 那些矮流层 也要卖到九千多 如果它中間樓層那些 甚至跟這套二樓帶精裝的同價 因為這個盤可以選擇 是無批還是帶精裝收的 所以就不同價錢 而且這套二樓採光都感覺OK 這裡是它的廳 這邊出來是陽台 最大的特色就是 因為它前面沒有東西遮擋 前面那是車站 沒有遮擋 樓下都有吃東西的地方 全部都是吃東西的地方 包括這個樓下都是街鋪 它有平台位 可以自己整理 這個就是餐廳和廚房 這個就沒什麼好看的 這外面是露台位 到時可以打了它走出去 剛才在那裏有個小門 在那裏有個小門 在那裏有個小門 好像有個小門 可以搞大露台 走進去看看 現在Jesica都很喜歡拍那些 毛坯房給大家看 比較真實的那些 這邊拍的是寫手間 這個寫手間的位 有這裏有房間 你拍的可以了 我不會走去 因為它現在都是毛坯 你看到二樓的採光度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採光真的採光都很OK 這間是大房 這間是大房 主人房 這裏是大房 我覺得外面的位置 外面的位置 如果自己改造 可以打了它出去 可以挪出去 但我覺得 看你自己有沒有必要去搞 有沒有必要 就費事去搞 那裏是排水位 去水位 這裏是主人房 這裏是洗手間 洗手間的位置夠大 這裏是二樓 採光都這麼好 這裏是二樓 這裏是客房 客房 到時候你在這裏 整個門 玻璃那裏改一下 整個門 然後走出去 你看看對面那壺 它是這樣的 可能這個露台 不是全部你自己用 因為隔壁還有幾戶 可能是這條水管 隔著那裏 就是給你用的 或者到時候你和鄰居 看看怎樣協商化 反正在這裏是可以用的 分界線 應該是這個位 到那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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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拍一下 我怕它不知我講哪裏 這裏的水管位 前面那裏 就是黃色的水管位 一路過來 然後再轉彎 轉到這裏 都可以是你的地方 都可以是你自己的地方 因為它隔壁還有一戶 隔壁還有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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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隔壁還有一戶 它可能會隔壁自己的地方出來 反正大家一人一半 所以它也有個大露台可以用的 它這個二樓單位都比較吸引的 一萬零九十八 所以就帶了這装修給你 它現在雖然是無批展示 但它現在是在製造的 但它是年底左右交付 年底 就是莊園修大概四個月左右 它應該是今年的年底交付給你的 年底前 剛才問了一下 應該是年底前 我看看 如果是無批 一戶的無批 都要賣到一萬元到一萬一 那些無批的話 就六月份交流 如果七戶這裏 就是年底交流 就去看隔壁 隔壁那戶 隔壁那戶都是大露台 反正對大露台感興趣的那些 感興趣的那些可以過來看看 對大露台那些 我也是簡單排一下 那些 這一戶 這一戶都是四個房間的 這邊進來 這一戶是一萬一 一萬一千多 這裡進來 這個入戶是花園送的 然後這裡送了露台的位置 旁邊還有一戶 還有一戶 還有一戶 所以這邊是這個露台給你用的 這邊這個露台給你用的 這邊這個露台給你用的 這邊就是飯店和客廳 這邊也可以開 這個生會洋堂這裡可以開窗 生會洋堂可以開窗 用這邊的露台 都屬於一個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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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不聽清楚 在這裡到時候 把這個位置拆掉 然後就留到門 這樣走出去就可以了 走出去就可以了 這個戶型 這個戶型就不拍了 這個戶型就給大家看 這個戶型就給大家看 這個戶型跟剛才的戶型差不多 這個就是那個戶型的位置 反正它現在兩套出來 就賣得比較快 你進去拍一下 進去拍一下 每間房間拍一下 因為它現在在裝修 所以就 我覺得剛才那個戶型 那個戶型可能比較好 因為它的採光比這個更好 這個主要是看小區原林的 就簡單拍一下 剛才那套203號 如果想買203號就 馬上過來看看 對那些露台有感興趣的 那我就說到這裡了 我們等一會在花園走一會再談 我們現在就 你看到一個電梯嗎 進來拍電梯 這裡都是一個日立電梯 日立電梯 然後它整體的感覺 還有都做得 小而精的感覺 大堂這裡掛了一幅畫 有時候都很考驗攝影師的技術 他不知道我想呈現什麼畫面出來 但都 他六米高 起碼六米高 做得都OK 大堂的感覺 雖然不是十分豪華 但他做得都比較精緻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入門同樣都有這些密碼鎖 全部都有的 指紋、迪卡、電話 全部都在這裡 我們走出去 這個小區 不是很大的小區 因為它是幾棟單體樓 有三棟 但給我感覺它花園都做得OK 這個就是它的花園 喜歡安靜一點的可以選這個小區 喜歡安靜一點的可以選這個小區 安靜一點的 但幾棟單體樓 喜歡安靜一點的可以選這個小區 然後人不多 然後出行出門又方便 這邊的物業服務中心 所以它的小區小都有好處 環境 即是圓林 好打理 這裡走出去 對面那裡是二棋 這裡是一棋 對面的 是四棋 有些微露 是一棋 來的 突然之間下雨 下雨後又出 就晴天了 暴雨轉晴天 所以現在的天氣反而比較舒服 比前兩天 前兩天太熱了 現在下雨後降溫反而更好 這邊就是少區的環境 所以少區的感覺比較好 你看 還挺好 我不懂得開 就幫我按一下開 這邊有很多店舖在這裡 吃東西的地方 這邊都是吃東西的地方 上一次在那間吃過飯 和客人在那裡吃過飯 這邊是地下車褲 這邊是地下車褲出入口 所以來說 這個地段就比較成熟 已經什麼都有了 現在的壽樓部在這裡 壽樓部旁邊全部都有飯吃 對面還有那些小食店 那些中西餐廳 這裏是巴士站 所以這邊來說其實都比較成熟 反正如果你們想過來看這個樓盤 和看那些特殊戶型 都可以過來看一下 對比坦州幾個樓盤 我們會提供專車接送服務 要提前跟我約 我們很安排車輛 專車接送你們 去大陸哪個地方都可以 大陸哪個地方都可以叫我們過去接 一般都是在珠海口岸 或者是在中山港 或者西區 直通巴士都可以的 反正有什麼需求 提前聯繫就是 和坦州這邊 反正房子是最近的廣州口岸 亦都是坦州這邊 為什麼賣得這麼好 一個原因 坦州一直都是江衰 很多自己住 或者自己兩老度假退休 都是選擇這個地段 包括我自己來到坦州住之後 才發現 原來坦州真的這麼旺 這麼多人 以前我會覺得坦州其實不多 但其實實際上自己來之後 發現坦州真的很多人 而且生活得很便利 和去廣州真的很方便 和珠海都很方便 走一條街道 這個盤醫家講到這裡 反正它現在都有低收付方案 就是一成的 一成的 搜付方案 一成 然後 其他可以做五年 一個分期方案 反正其他優惠就來到現場才談 剛才我說的那套大露台 已經是最低價的 包紋整裝修 大家如果想過來看 就約了 Jessica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